我先自爆一下 我手上的长天期的ETF没债喔 现在是负的 如果拉到20年期的一个公债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债券波动的程度 甚至是跟股票是一样的 到底现在这个环境 我应该要选三年的 五年的十年的还是二十年的 哇 投资一个债券 我要考量的事情可真多 到底什么时候该做转换 对 对 因为我现在 我刚刚说现在短天期比较好 我应该多买一点 那到底什么时候我要开始增加一些 长天期的部位 全球局势不断变化 市场走向难以预测 天下实验室攜手施罗德 深入债券市场观察 每月一次全面剖析 不只谈趋势也谈观点 邀请您一起解读债券关键字 本节目是由施罗德 与天下实验室共同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解读债券关键字 我是芷娟 说到了为什么要投资债券 不管是你隔壁的同事 或者是买早餐的老板 应该都能够说上几句 包含现在的债息很漂亮 只要美国降息 就有资本力的空间的价差可以赚 大家应该都是说的头头是道 可是渐渐你会发现 美国经济好像状况还不错 原本心中你对于债券价格那套脚本 好像没有按照那个方向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今天加入到我们现场 一起来讨论的 我们来欢迎 赤露德投信客户发展处 产品发展部门副总裁 王翰盈 安妮塔 哈喽 欢迎 子娟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啦 我们讲到了大家很期待的美国降息这件事情 可是原本现在已经五月了嘛 如果看下个月好像那几率蛮低 然后大家就开始说那会不会是九月 那会不会是十一月十二月等等等等 重点是哦 最近债券市场有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你看有没有发现 在四月中的时候 他说台湾的投资人啊 疯狂前进二十年期美国公债 光是一档哦 二十年期美国公债的ETF的规模 超过了两千亿 你不升息没关系 你公债据点没关系 我继续买 诶 台湾人真的好爱哦 现在真的是一个买公债的好时机吗 子娟刚刚说的这个新闻我们也有看到 那对我们做金融业的来说 这个新闻其实还算蛮正面的 就代表台湾的投资人 其实不管是股票或是债券 其实都有一定的一个接受度哦 那尤其最近股票市场震荡 比较大一点哦 纳入一些债券 那其实是可以让大家 在市场震荡的时候 相对来说 不会这么的紧张 而且刚刚子娟没有说到 就是其实受益人数 现在台湾在投资 所谓的债券ETF的受益人数 高达大概140万人 很多耶 140万人 大概可以说一半以上的台北市人口了 如果以台北市来看的话 所以其实它的接受度其实算是蛮高的 所以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算是正面 不过回过头来看 这些投资朋友有没有赚钱 我先自报一下 我手上的长天期的ETF美债哦 现在是付的 如果我们用过去两年的时间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在过去两年 大家就说要投资债券要投资债券 但是如果在这两年的期间 投资的是美国的公债 尤其是超长天期 大概20年期 对通常我们说长天期就是10年期 那到20年期就是超长天期的 一个美国公债的话 老实说平均的报酬率 我可以报一下数字吗 可以可以可以 大概是付10%到付15%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那一些投资专家不都说要买债券吗 那是报错名牌吗 老实说买债券这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其实没有太大问题 我觉得台湾投资人刚有提到说 会有一些看到账面的损失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买的是超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超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而刚刚好在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老实说这个债券殖利率是不跌反涨 那大家回过头来 就是上集我们也跟大家聊到 在年初其实也没多久 在三个月前四个月前 大家市场上预期会降息六码 会降息六码 那现在呢现在大家觉得降息六码就要投销了 还有人在说可能会升息 所以这些氛围的变化会让债券的殖利率是往上走的 所以反而债券就承受了损失 尤其是天气越长 损失越重 但是回过头来看买债券这个建议到底对还是不对 那如果我挑开公债 如果我们去看主动型操作的全球债券 一般应该说 我看一个均值 就是说在过去这段时间两年 那美国的公债 20年期公债在-10到-15%左右 但是同期间如果我们买的是主动型的全球债券 我们全部都换成台币 大概是赚8%左右 那如果买的是非投资等级的公司债的话 这段时间大概是赚14%左右 所以说买债券有没有不太对的地方 好像也还好 那只是看起来就是大家选债的时候 太过重压单一的卷种 所以造成这些投资的一个报酬率 有一点点落差 而且我好像还有看到一些数字说 长天期的公债的波动度 比非投资等级或是比新市场还要来得大 对我想今天朋友如果在这段时间 有投资在长天期公债就会觉得 其实不是说债券感觉上 应该是很安全的一个产品吗 那怎么波动这么大 那尤其是以美国公债来说 我们常常说美国公债比较安全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违约风险是比较低的 但是其实从来没有人告诉你说 它的价格波动风险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对它觉得说 感觉稳定或者说感觉安全 是来自于不会违约 对感觉美国政府不会倒 可是如果你的天期长的时候 它的价格波动其实是很大的 其实是很大的 而且如果拉到20年期的一个公债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债券波动的程度 甚至是跟股票是一样的 公债跟股票一样 对而且呢 大家通常觉得债券来说的话 被投资等级感觉风险比较大 对啊对啊 但是如果你拿20年期的美国公债来跟这两个来比的话 它价格的波动度是这两个资产的大概有两倍以上 我觉得现在听到这里大家一定很confused 觉得不会吧 我买的是公债 我借钱给美国政府怎么会波动这么大 所以其实当中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那个长天期 那长天期如果对应到我们债券投资上面就有一个名词 叫做存续期间 既然我们自诩是一个债券知识型的节目 当然就要先请安妮太来告诉我们一下 存续期间是什么 它到底为什么会造成价格波动这么大 对刚刚子俊真的非常专业 有提到存续期间 最大的关键就是我刚刚一直强调大家买的是长天期 而且是超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这个这样子的产品 其实通常在法人群我们是拿来做所谓的债券价差的交易 就是通常买低卖高 其实你用长天期的效果其实是最好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个对利率敏感度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那所谓的利率敏感度很高 就是它的存续期间很长 我们用存续期间来衡量所谓的敏感度 那如果通常来看的话 20年期的美国公债 它如果存续期间是15年左右的话 代表债券价格每上升1% 它就会跌15% 相反的如果每降1% 它就会涨15% 所以回过头来看 如果我觉得6月份 美国连准会一定会降息 百分之百降息的话 我现在买进 我眼看就可以去赚 比如说如果它降1% 我就可以赚15% 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投资人 要压就是要压会章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大家都认为是 即将要降息的情况 那只是早晚问题 6月不降 我9月总会看到吧 我12月总会看到吧 如果是这样的想法 那我去压长天期债 感觉没错啊 这个可能就回过头来看说 投资人对于风险承受的程度可以多少 那因为我刚刚提到它的一个波动度就跟是股票是一样的嘛 如果你觉得大家觉得买债券资产 我也可以承受跟股票的一样的一个波动度的话 那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啦 那但是一样的话 我会期待债券是一个比较平稳定的 然后慢慢赚债息这样子的一个资产的话 这个就感觉上就是好像不是应该要买这样子的一个标的 那所以现在债券投资人应该是要去买短天期债吗 这个问题也蛮好玩的 就是如果从过去的绩效来看 我必须说是绩效比较好 短天期的债 就是一样是公债 一样是美国公债 如果说是一到三年期的公债的话 刚刚有说二十年期是跌十到十五 那如果是短天期一到三年的 其实赚的大概赚八到十个percent左右 OK 所以其实同样是公债 只是因为年期一个是一到三年 一个是二十年期公债 差很多 对 所以其实老实说 我们自己在做投资建议的时候 也会建议投资朋友 其实是比较偏向短天期一点 那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第一个就是 短天期对于利率的敏感度没有这么的高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现在还在争 说到底要升息还是要降息 那要降息什么时候降 看起来的这个能见度越来越低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债券的价格就是会波动很大 那如果你的天期很长 代表说你要承受比一般的债券更长 更大的一个波动 那对债券的投资人来说的话 其实就没有一个债券一个平衡的一个效果 那反而短天期来看的话 现在的收益率是高的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所谓直利率倒挂的现象 现在还是倒挂 也就是我今天现在去买美国的公债 我买一年期的公债 我大概可以拿到五个percent到五点五个percent 但是我如果是买到十年期或二十年期 大概就是四点六左右 正常情况 长天期应该利率要高一点才对 对 所以反而短天期的利率高 那现在的利率上上下下 我又不受影响 我敏感度很低 所以就是稳稳站再息的这样的概念 所以以现在实际的状况来看 的确是就是天气短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按在收息的角度 然后又比较不受升息的一个影响 那这样子的一个灵活度的确是有的 我很好奇以施罗德团队来说 现在你们的债券基金啊 平均的存续期间是抓多少 感觉我抓太长天期不行 但是如果我抓太短天期 到时候如果真的降息了 我又吃不到资本利的空间 所以你们专家 现在你们的存续期间是抓多少 对 刚刚子俊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刚刚说现在可以看的话 短天期好像比较好 但是缺点就是真的这样的时候 我又赚不到资本利的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这些操作的时候 我们会维持一个比较弹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存续期间 那通常就会大概会是维持 大概四到六年之间去做变动 那其实投资人在选择 债券型基金的时候 也是可以选择就是 存续期间可以越弹性操作的 老实说在现在的一个金融环境当中 其实越能够有机会可以赚到钱 因为它可以针对现在的一个状况 做一个很灵活弹性的一个调整 对 所以就是一个中天期 这样不长不短 刚刚好的一个债券 也许是现在大家可以考虑的部分 投资本我现在一定会发现 原来我要投资债券 不只是选择公债投资级债 非投资级债 除了选这个之外 我还要去知道说 它的存续期间 到底现在这个环境 我应该要选三年的 五年的 十年的还是二十年的 哇 投资一个债券 我要考量事情可真多 这感觉如果今天我要自己买 比如说被动型的ETF的话 我好像我如果买了一个长期 我要再去买一个短期 你把它补起来 然后就好忙哦 对 的确 因为其实老实说 被动型的ETF 它提供的是一个工具 一个相对来说 成本比较低的一个工具 所以像比如说很多投资人 现在手上是有长天期的一个公债的话 其实的确是应该要去 适度的搭配一些短天期的一个公债 被动型的一个样的公债 其实它的一个风险相对来说 才能够比较平衡 但是这个东西又很难了 到底什么时候该做转换 对 因为我现在 我刚刚说现在短天期比较好 我应该多买一点 那但是什么时候 我要开始增加一些 长天期的部位 对 这个就是时间 我们常说股票就是要摊名 就是你什么时候进场 买进成本很重要 赛俊也一样 这个成本很重要 时间很重要 那你自己要去调配 难度比较高 所以为什么就是 有些投资朋友在做投资的时候 他们也会愿意 就是在主动型的 这样子一个产品上面 会有一些布局 跟有一些琢磨 就是交由经纪人来做 这样子的一个调配 我相信现在手上有很多 长天期供债ETF的人 很多 那这些人现在该怎么办 赶快小赔的时候 赶快先卖掉吗 还是赶快再补什么吗 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 如果投资朋友现在呢 其实是有比较多的 长天期的一个部位的话 的确应该是适度去补一些 短天期的一个部位 来做一个平衡 那就像我刚刚有说 就是集投资就跟 我们要饮食均衡一样 其实投资也是需要均衡 那我自己老实说 我也投资主动型的基金 我也投资被动型的ETF 那我自己在做投资的时候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喜欢拿 主动型的这样子的 一个债券型基金 当成一个债券资产的一个核心 债券资产核心 然后呢再搭配 市场的一个状况 可能有时候会加一些 长天期的一个公债 如果真的哪一天风向又变了 然后联准会真的相对来说 降息的机会比较确定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再加一些 所谓的长天期公债 那最有效率的方法 其实就是用所谓的 被动型的投资 来增加我的这个 投资组合的一个获利的可能性 所以我会用一个 主动搭被动的方式 那其实很多朋友 会听到这样的 都会觉得想说 可是备用率来说的话 主动会不会很贵 你当成核心的话 会不会在成本上面 感觉好像比较吃亏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其实在过去三年 这段时间 所有的费用都算进去的话 大概有七成 七成的主动型的 全球债券基金 它的表现是比指标 还来得好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说 这个产品到底是 备用率的情况 是便宜还是贵 其实我们就是看它的一个 备用后的这种回报 对所以如果说是可以 我们可以选到一个 就是表现的 其实是比一般的 被动型基金来好的 一个主动型的一个这样产品 那最重要是刚刚说 灵活 尤其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它可以很灵活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情况之下 把它拿来当核心 然后再搭配一些 卫星的一个产品 那不管是长天期的 被动型ETF 或是短天期 可能是很一到三年 这种短天期的ETF来做一些搭配 其实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方式 而且我今天听到 安妮塔分享 我才知道说 原来长天期的公债 在你们法人界当中 反而是要拿来做 攻击做波段用的 对 档户们常常把它拿来 当成是核心配置 这个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这个其实真的是 大家在看这个角度上面 是有一定的一个差异的 因为其实在债券来说的话 就是你看多债券的时候 我们会常常说 我们要增加程序期间 就是当我看对的时候 债券利率是往下走的 我要从当中去获到 比较大的利益 所以程序期间越长 我刚刚说 如果程序期间是五年 就是债券每降一个percent 我只涨五个percent 那程序期间我可以 拉长到二十年的话 我就是债券一样降一个percent 我其实是可以赚到二十个percent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 拿捏上面 你就会发现说 我要赚价差的话 我一定是找长天期来赚价差 好了 那既然我们是解读债券关键字 我当然就要来公布 我们五月份的债券关键字了 这个月呢 我们给大家的关键字 就是混搭mix 为什么会选这个字 我想这就是回扣到 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现在市场 真的变化的太快了 那要怎么样掌握到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机会 我们会建议投资朋友呢 就是真的什么东西 都要混搭一些 刚刚有提到短天期要有 长天期要有 那公债要有 公司债也要有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投资等级债要有 非投资等级债券 其实也要搭配一些 主动要有 被动也要有 对 主动要有 被动也要有 所以在这样子的 混搭的一个概念上面 其实你才可以最灵活的去面对 现在真的是变化太快的 一个金融市场 所以就是回到 刚刚均衡的一个概念 我们觉得投资也要均衡 所以混搭这样子的投资方法 在这个时间点还不错的 好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想要问一个比较 稍微跳通一点点的问题 就是啊 我们都说 债券 它是一个避险工具 那如果讲到避险的工具 黄金也是一个避险的工具 黄金价格啊 再进来 哇 这是创新高 表现得非常漂亮 那我的疑问就是 如果今天我买黄金 它又能够避险 然后它还可以创新高 还可以帮我赚钱 那如果我是避险的角度 我买黄金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买债券 来当避险工具 这个问题很有趣哦 对 就是对 一般投资人会用避险 这两个字来囊括 所谓的黄金 或者是债券 但是其实老实说 这两个东西是完全 不同特性的一个资产 那大家知道 黄金是没有收益的 黄金是能放在窗底下 那它不会 它不会生债息 但债券是有债息的收益的 那黄金抗的是 通货膨胀的风险 抗的可能是 地缘政治的风险 或是战争的风险 但是债券呢 其实它很怕通膨 大家还记得2022年 对 美国通膨飙到9个percent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债券表现 其实是不好的 对 对 所以它这个 币的东西不一样 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以公债来看的话 如果现在大家看的是 经济有衰退的风险 的确公债会是一个 很好的避险工具 所以其实这个 用避险来一贯值这两个资产 好像也不对 有点太过简化了 有点太过简化 而且其实债券又分很多的 一个次分类 我刚刚有提到 公债可能可以拿来做 所谓的经济衰退的 一个避险工具 但是像公私债 它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 来跟着企业来 赚企业成长的钱财 这样子的这样子一个工具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 所有债券都是避险的 所以回过头来看 我们现在怎么看市场 我觉得这段来是说 我们现在怎么看市场 如果听众朋友 跟我们一样是觉得说 现在全球的经济 其实是在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轨道之上 企业其实是赚钱的 那通貌膨胀呢 感觉上下来的太慢了 但是呢 也还是在下来嘛 那美国呢 这边迟早 就刚刚子娟说的迟早 可能还是会走到 降息这一块的话 那现在最好的策略 就是灵活的一个核心 那所谓灵活核心 包括就是 长短天期的一个灵活 或者卷种的一个灵活 灵活的核心 再搭配一些战略的一个部位 这个战略部位 可能是长天期的一个公债 也有可以是所谓的黄金 或者甚至是股票 大家知道 如果说经济好的话 股票一定也会上涨 所以其实还是回到 就是投资组合 核卫星的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以波动比较小 比较稳定度比较高的一个资产 当成一个核心 卫星来搭配一些股票啊 或者是黄金 其实真的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混搭策略 我觉得从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学习到原来公债 不是过去我们想象中的 借钱给美国政府 然后就非常稳 其实公债因为天期的不同 它的波动度也不同 如果是长天期公债的话 甚至它的波动度 比背投资等级债 甚至新兴市场债 还要高两倍 跟股票差不多 这可能是过去 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 所以啦 现在这个时间点 到底投资 长天期公债好 短天期债好 还有公债好 投资等级债好 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呢 它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绝对的压在单一边 那重点就是一个平衡的策略 也就回扣到 我们这一次的债券关键字 也就是混搭mix 也就是失落的 从头到尾都跟我们沟通 认为说现在是一个 投资复合债的好时机 再次谢谢安妮塔 谢谢梓娟 解读债券关键字 我们下个月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或投资人须知